在永康區永安路 燈號一亮 騎機車踩了油門要往前衝 結果中間車道的汽車駕駛的踩了一下煞車 讓後方的轎車緊急停下 原來白色轎車打算要右轉 結果和左轉的機車差點撞在一起 不過看看地上標線 右轉車輛要行使在中間 左轉車道是最右邊 到底誰對誰錯 會很奇怪啊 在機車道的時候 你要看那個燈號 你不知道看哪一個燈號啊 這個車道需要左轉的 你知道嗎 是我不太知道 只要右轉 只要右轉 對啊 所以這個路口這樣直走跟左轉的 會尬在一起 想要右轉的機車騎士 尷尬停在左轉專用的車道上 原來想要騎這個路段 得先看清楚地上的標線 和頭上的燈號 就有網友PO文發問 到底要怎樣右轉 因為中間車道是直行或右轉 但是最右邊的車道僅限左轉 網友說這是死亡交叉嗎 根本違反直覺 應該是臺灣交通杯葛 不過也有人提醒 看看前方的燈號 依照燈號行駛就不會有問題 經查該路口本局已規劃 永安路機慢車 左轉專用實項 故左轉機慢車 並未與永安路執行 右轉車輛衝突 原來這路段的機車車流量大 主管機關特別規劃了專用道 但是在動線上被質疑 會違反直覺 該怎樣進一步的修正 恐怕得花點心思再研究 在那一旦希望網上有注意到台南報導 更新開通 絕密遊行駛 更新是 絕密遊行駛